踏出去進入時奉義 我講到一個實際的方法就是經歷四年報道法 經歷四年報道法不單止是幫人經歷四年 亦都可以幫人帶來信耶穌 以及更新祂的靈命 可以一起做完的 首先第一點就是 我未講過那些內容 首先我講一下這個方法 大家可以看著我 在聖經裡講到給我們看得到 全福音不單靠懷語 寶樂也講到 我講得到不是用智慧委員的言語 是用聖靈和大能的明證 就是說我們全福音不單靠聖經裡的說話 是講到神的工作 聖靈的真實的工作 我們看到耶穌和門徒全都是 他們都是行神即其事 又一直宣告叫人悔改 信靠耶穌 這個就是說聖經裡的例子 和聖經的教導 都是講到全福音不單靠用神的話語 因為在很多教會就以為只是這樣 我稍後也有經文 大家可以看得到 聖經的支持 讓我們看得到 我們全福音是聖經的模式 就是耶穌的榜樣 和初期教會的榜樣 都是有神的話語和神的歧視 而另一方面 實際上來說 神一歧視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主要是在人的需要上幫他 因為很多人都有煩惱 不開心 人際問題 甚至經濟問題 那經濟問題我怎麼幫他呢 他走回神的路 他先求神的國和他義 神就會供應他的需要 所以其實幫他的生命 都幫他的經濟 幫他各方面的 而很多實際上的問題 譬如我以前未經歷聖經充滿之前 有時候有些人來找我 我就說 你信耶穌 你跟耶穌 我為他祈禱 我只是祈禱幾分鐘 但是他的煩惱 都是差不多 下個禮拜也是差不多 就是持續幫不到他 整個生命被以治安慰 但經歷聖經之後 是很明顯的 就是當我們學到 祈禱的靈的討告 即時聖靈就臨在 是即時的 是可感受到的 平安、輕省、感動、喜樂、能力 當然每一個人的經歷不同 但是他的臨在是可以即時感受到 而當我 譬如有一個未信的人 我去跟他聊天 了解他的情況 然後聆聽他、回應他 之後我就會說 那你想耶穌祝福你 我曾經有過一些經歷 真的耶穌怎樣幫我 譬如煩惱、失眠 或者身體健康問題 任何人際的問題 神都會給我的力量 那你想不想我幫你 他說好 祈禱之後我問他 而且你黑了一雙眼 請問你祈禱的時候 有沒有什麼經歷 他說有啊 很平安、輕省 我們就說耶穌說 神會將平安給我們 神又拿走我們的重擔煩惱 耶穌這麼真祝福你 我想耶穌以後祝福你 他說我想 那便帶他去信耶穌 解釋關於救恩 然後帶他去信耶穌 那如果是信耶穌 那我們都跟他聊過 即是我們對象不只是未信 但我們對象跟信耶穌聊天 我們就不是拿他來我的教會 而是我建立他在他的教會 那我是聆聽他 關心他 譬如有時候基督徒都說 我親近神比較困難 我跟神的關係也有些距離 我祈禱覺得沒什麼力 那如果我了解到他的時候 那我就會 首先就是聆聽 回應 我知道都是有一個困難的 我自己也試過有這些困難 那又可以分享了 那我真的經歷聖靈 經歷到神很真實的臨載 真的即時感動我 安慰我 並且我整個事物都不同了 那你想想為你祈禱 祈禱他怨你一受 然後祈禱又問他了 祈禱之後 祈禱的時候會用靈祈禱 不只是口說 也請你閉上眼睛 請問你祈禱的時候 有沒有什麼經歷 他說 有啊 好感動啊 好安慰啊 好有力量啊 好輕鬆啊 那我就說一些經文給他聽 耶穌這麼真實祝福你 那你將來都可以祝福人 你可以給神大大使用 你可以傳福音 你可以欺人凝靈 將來在天堂 有很多人帶去天堂 你去天堂 你想不想啊 去上 那你就可以 告訴他怎樣做 又可以訓練他 去激勵他 那這個呢 就是說我去到哪裏 我都是做這件事 甚至神一會提醒我 去到不同的國家 我就主要是想訓練傳道人 和願意是夢的人 訓練他怎樣用出來 而真的用得到的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看到 原來有聖靈的能力 和有神的患語 豐富的教導 應用在生命中 這個很重要 聖經看的時候 不要只看完經文 有聖經要講 而是怎樣應用在生命中 耶穌為勞苦丹重 但我得釋放 怎樣釋放呢 耶穌講到 我將平安給你 怎樣有平安呢 怎樣能夠煩惱放下 這些我要學應用 那這些有機會 我才詳細講怎樣應用一下 當你有聖經教徒 有神的同在 你的侍奉就一直提升 所以這個《經歷四年報道法》 是會幫助我們 所有神的侍奉都有幫助的 好了 第一點 這裡面的第一點 就是神可以經歷 聖經的支持 神可以經歷 這些經文請大家記住 為什麼呢 因為當你為人祈禱 他有經歷 你就告訴他這個經文 《約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七節》 《我留下平安給你們》 《我將我的平安賜給你們》 《我所賜的不像世人所賜的》 《你們心裡不要憂愁又不要膽怯》 這裡最主要就是開頭的一句 而最重要的一句 就是《我將我的平安賜給你們》 這就是當有人經歷的時候 我們就告訴大家 平安是最多人經歷的 平靜 好像整個人靜了 有一種很和平的感覺 也有很多時候有興省的 《詩編一百三十一篇第二節》 《我的心平穩安靜》 《普像斷過奶的孩子》 《在他母親的遺蹤》 這裏所說就是 神的同在帶來心靈的平靜 很多人說到是平靜的 《我的心平穩安靜》 《馬太十一章第二節》 《煩勞苦丹重丹的人 可以到我這裏來 我就使你不得安息 這裏就說到重丹得釋放 很多人都說 我來的時候很煩 有些重丹壓著我胸口 站得很鬆 我就告訴大家這個經文 勞苦丹重丹的人 到耶穌那裏就得到安息了 《由以賽書來一章一至三節》 《主由我的力在物身上》 《因爲説有谷供我》 《叫我傳普信息及天卑的人》 《猜忍我依好傷心的人》 《個個秘魯的德釋放》 《被囚的出監獄》 《個個耶穀的一面》 《和我們神報仇的日子》 《安慰一切悲安的人》 《由來代替灰塵》 《起来由代替悲安》 《贊美因代替憂傷之日》 這個經文其實 好像舊約的大使命 為什麼呢? 他猜忍他們出去 叫我們去傳福音 傳這個好信息 但是猜忍首先有什麼呢? 就是有主有的靈在我身上 因為耶穀是高的 這個高的 舊約是用高游的 但這裏就不是用高游 而是用聖靈來用高游 舊約那裏有聖靈 然後猜忍呢? 身上有沒有呢? 身上有啊 你要等候聖靈 說到聖靈降落在身上 你就必得了能力 從耶穀山一路到地極 作我的見證 所以其實你看四福音 講到大善靈 都是有提到聖靈和能力的 馬太就講到天上地下 所有權力賜給我 然後你們要去 這個馬太 馬可就講到 你要往普天下傳福音跟馬民聽 信而仇洗必然得救 然後信的人必有神職 就講到傳福音時候有神職 路加就講到 父所應許的就是 你們要受聖靈的洗 等不多幾天你就要受聖靈的洗 就是說都是講到聖靈的 然後日漢呢 大家聽我說 現在我講到四福音 你聽我說 看著我吧 不用看著我 日漢福音呢 耶穌在門徒吹了一口氣 你會受聖靈 然後說父怎麼猜我 我也照樣猜你們 日漢福音就沒有其他講到 去列國的 就只是講到 父怎麼猜我 你就怎麼猜我 但是吹了一口氣 叫他受聖靈 所以讓我們看到四福音 都有講到 權幣 或者是聖靈的能力 神職的能力 即是傳福音的時候 不只是靠懷疑 因為 為什麼 神想我們傳福音 是有聖靈的工作 是有神職的歧視 讓人看到神是真 因為神是真 神就能夠在人的需要上幫他 這樣的時候 我們傳福音就更加容易 更加有效 但是我們不是叫人 注目在神職 因為聖靈講到 神職的做法 是正實所存的道 我相信 第十六章二十節 那裡講到 是用神職隨著 正實所存的道 這是神職的目的 神職不是叫人 只是注目神職 是注目在正實所存的道 所以這裡就講到 有聖靈降臨 賜給我們 降臨在我們身上 因為有人高高我 就叫我做什麼呢 叫我傳好訊息給謙卑的人 傳這個訊息 是不是只是傳呢 不是 接著做什麼 差異外醫好傷心的 這個世界多不多傷心的人 多 其實是越來越多 我看到學校教書 他學校有八百個學生 有四十個是需要吃精神藥 即二十個有一個 在我小時候真的沒有聽這件事 那些同學很少很少有情緒的問題 但現在已經成為一種很常見的事 也有很多人其實有情緒問題 不過他沒有求助 所以不知道他的情況 如果你問周圍的人 你會發現很多人都不開心 所以神是知道人不開心 因為沒有神 人是不開心的 神就猜疑我們 猜疑我 所以這個都是大使命 九月的大使命 猜疑我醫好傷心的人 還有報告秘魯德釋放 可以被情緒 人際問題 家庭問題 賭博 打機上癮 手機上癮 這些都可以得釋放 被囚的出監路 還有報告耶穆 恩年神報仇的日子 就是神伸張正義的日子 叫跟從神的人得到恩典 而那些敵黨神的人 神是會追討他們所犯的罪 但神都是想救他們的 然後安慰一切悲哀的人 安慰所有悲哀的人 賜華觀與錫安悲哀的人 代替灰塵 有些人的生命好像灰塵 整個生命是苦惱、煩惱 但是賜華觀 好像世界小姐 帶她去觀念 還有喜樂由代替悲哀 真是可以喜樂涌流 我們祈禱真的很多人喜樂 大家看到喜樂就涌流 不是失控 你見過我又不失控 我隨時可以忍 隨時可以停 但我停喜樂不是停恩高 聖靈恩高就停 喜樂可以停 張喜樂可以停 但裡面神的同在是不停的 賜你已代替憂傷之靈 所以有人覺得 好像被安慰以前 神在醫好傷心的人 安慰就是悲哀的人 喜樂由代替悲哀 賜你已代替悠傷之靈 告訴他 這些經文大家應該熟悉 詩編十六篇八節九節一起同 我將耶和華上擺在我面前 恩花在我右邊 我面不置不動 因此我的心歡喜我的靈快樂 我的肉身又要安然居住 這個大偉就講到 他將耶和華上擺在他面前 另一個說話就是講到親人神 神是一個裝飾品擺到 不是這個意思 而是說我親人神 所以神就整天在我面前 恩他在我右邊 我面不置遙動 不會被人罵兩罵 然後又想死了 有些人跳樓就是被人罵完了 就跳樓了 我們有神不置遙動 因此 然後有什麼反應 我的心歡喜 這都是講到神可以經歷 為什麼神可以經歷是重要的呢 如果神就在天堂 你第一天去天堂 你去經歷我了 那今天又怎樣 今天又有力量 神是否正是第二天去天堂 才讓你起落呢 那這個時候 今天又沒有幫助 聖經其實有講到這個 但有很多基督徒是沒有提 神的同在可以加強 第一 第二 神的同在可以經歷 很多基督徒都有講平安喜樂 但他就沒有講到 這個就是經歷神 經歷神的作為 他就沒有想到 原來可以逐步越來越經歷 平安喜樂可以加強 可以越來越喜樂 越來越輕鬆 我心灰的快樂 就是講到心靈的快樂 也跟著講身體 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 原來呢 哇 身體也要祝福了 有些人就說 信耶穌不是屬靈嗎 那屬靈怎麼會身體呢 但我問你一個問題 身體是誰做的 神做 如果是神做的 神會不會祝福身體呢 會 聖經也講到醫病 守候病人病 就必好了 都是祝福身體的 所以有些人錯過 以為信耶穌只是祝福心靈 其實神是祝福身體的 祝福整個生命的 所以這裏也講到 我肉身安然居住 很多人覺得很舒服 輕飄飄的 整個生命好像很鬆 好像浮上天 就好像是天堂 那些重膽都鬆了 為什麼呢 重膽有時候我們不知道呢 就帶給我們整個人一種重量 而在親人神的時候 經歷神的時候 連那種重量都鬆了 所以變得好像 好像會飄起 那樣 好像是天堂一樣 輕散了 好了 跟著 羅馬書五章五節 盼望不至於羞恥 因為所賜給我們 聖靈將神的愛 囂灌在我們心裏 如果大家選用的時候 就可以說 聖靈將神的愛囂灌在我們心裏 有些人真的會感動 神醫好傷心的人 還有 聖靈將神的愛囂灌在我們心裏 囂灌在我們心裏 囂灌在我們心裏 例如想到神真的愛我 感受到耶穌愛我 你的心會開心 因為你想到 是由頭腦入 神真的好 耶穌愛我 這種是頭腦的感受愛 你也會想到 我兒子很乖 相信我 好開心 那種是心靈 心 就是思想上帶來的 但聖經所說的 聖靈將神的愛囂灌 就不同那種 是倒進來 那怎樣倒進來呢 真的呢 祈禱會覺得 安慰都莫名其妙 心未必在想到神的愛 但他會在裡面覺得安慰 譬如當我1998年經歷聖靈的時候 就有個報道家為我按手 一按手 哇 只會電流湧進來 同時感受很大愛 直接湧進來 哇 那種悲哀的感覺 不是想出來的 是湧進來的 這就是神的同在 即是聖靈的經歷 即是有些人真的會覺得感動 而且你看到的 他眼睛哭 哭的 哭的有兩種 一種呢 哭得來靜靜的 一種哭得來很苦的 啊啊啊啊 那種呢 那種呢 當時就釋放了 如果他哭得很 即是很靜的 看到他的臉目表情 都是平靜的 因為如果是憂傷釋放 你就會看到他的臉 有時有些斑緊啊 有些扭曲啊 啊啊啊啊 很苦啊 很苦啊 想起一些很辛苦的事情 但如果他是感動那種呢 他就會舒服的 那你就看到了 你可以問他的 你覺得平安興省 又是覺得重淡色塗 那如果覺得平安興省 你就說 耶穌的愛來到他身上 很好啊 真的 很多人都追求愛 甚至很多女性 唯有得到愛 他將他身體給了一個男性 都不知道那個男性 是不是真的會陪他一生 他就將他身體給了他 就是為了愛 會做這件事 但是神 白白將愛給我們 是一個很大的禮物 神沒有叫我們做一些不好的事 就是親近他 就可以經歷神的愛 是不是很好啊 感謝天父 非常好 然後跟著 詩篇127編第二節 唯有耶穌所親愛的 必叫他安然睡覺 這是另一件事 神祝福我們身體 就是睡覺睡得好 這件事都是很多人有需要的 我發覺很多人在祈禱 失眠是最見效的 重淡釋放也是很見效的 失眠真的很見效的 我試過十幾年失眠 每晚睡兩個小時 一祈禱馬上睡八個小時 也有一個女生 她是四年失眠 以致讀大學都要停學 然後她提了託之後 那晚開始睡 一路越來越睡得好 後來回去讀大學 後來讀完 神的恩怨真的很大 我亦都會教人 如何可以保持這個 醫治她睡覺 因為很多人睡覺很有問題 除了說我為祈禱 我叫她一定要行常的討告 在睡覺之前 最好有二十分鐘至三十分鐘 放鬆個人 大家看著我 放鬆個人 想著耶穌 很簡單的祈禱 不要太激烈的祈禱 耶穌愛的祈禱 多謝耶穌 在心裡想都可以 心湧向神都可以 放鬆個人 耶穌 來身 來身 即是有了 站了一段時間 這個人就會鬆 整個人會鬆 站在那裡是最好的 果效最強 然後躺在床上又怎樣 又鬆得那麼鬆 就注目在耶穌上 還有注目放鬆 耶穌 不用說的 在心裡想著 耶穌 耶穌 我心裡想著 就會很容易睡著 有些人想著 一想著就想回耶穌 還有 半夜醒了 又是睡不到 又是起床 站一輪 站在床上 然後又睡上上 就是這樣 是容易睡覺的 如果你有睡覺問題 你可以試一下這樣的方法 如果一次的祈禱 不行 又再站起床 你做了一下 你叫人是容易睡覺的 感謝天父 神一真是醫治我們的身教 這也是成為一種傳呼音的方法 因為很多人失眠 好了 接著就是神職醫治 神職的目的 馬歐呼呼音十六章二十節一起讀 門道出去到處宣傳呼音 諸何他們同行用神職隨著 正實所傳的道 這個講到就是神職的功用 就是正實所傳的道 所以說神職隨著是應該的 還有這裡就沒有寫出來 就是馬歐呼十六章 第十八十九節 就是 第十七十八節 就是講到神職的 信的人哪有神職隨著他們 奉我明趕鬼 還有手按病人病就變好了 這就是七十八節 是馬歐呼呼音講到 其中的經歷 有些人說 奇緣討鬆一點 痛少了 少了也好 多謝耶穌 耶穌治你 感謝耶穌 想耶穌以後祝福你 你可以大約上耶穌 從羅馬書十五章 十八節一起讀 除了基督藉我做的那些事 我甚麽都不敢提 只提他藉我言語作為 用神職其事的能力 並聖連的能力使害我 信服 這裡就講到 保羅傳道的時候 他說他提什麽呢 提藉我的言語和作為 即不只是他傳道 不只是言語 還有作為 那什麽作為呢 神職其事的能力 和聖靈的能力使外國人信服 所以聖經是告訴我 聖經傳道方式 不只是用言語的 亦都有聖靈的能力 和神職的能力 另外呢 在高隆多前書二章 我有沒有寫 因為是編幅的關係 二章二至五節左右 你可以寫下來 回去看 那裡就講到 在你中間 我不知六別的 只知道耶穌基督 比卡丁十節 但後面就講到 我所說的話 不是用智慧委員的言語 而是用聖靈和大臨的名證 即是說到 他所說的話 是用聖靈和大臨的名證 他有方面就說 不知道別的 只知道耶穌基督 那是否不知道聖靈呢 是耶穌差遠聖靈來的 知道耶穌 也都知道耶穌差遠的聖靈 所以這個沒有衝突 但有些人就說 知道耶穌所以不知聖靈 其實這個是沒有衝突的 《哥倌德禅書》二章二到五節 是會回答這個問題 他只知道耶穌基督 變了聖十節 但他也會講到 我不是靠智慧委員的言語 而是靠聖靈和大臨的名證 所以我們看得到 保羅傳道是有靠神的懷疑 和有神職歧視聖靈的能力 所以以上所說的 就是神可以經歷的 還有傳道 不僅是靠言語 亦是靠聖靈的能力 好了 經歷四條過路法的程序是什麼呢 第一就是聆聽和回應 你跟著看我就可以了 回應是什麼呢 譬如他講 分難很辛苦 譬如說 哎呀兒子很難教 我們第一件事 不要立即教導 譬如說 兒子不要教 你不要罵他那麼多 你關心他多些 他就覺得你立即教他 很多人未必立即接受到 有時有些人會接受到 但有些人未必接受到 而你這樣說 你的教導是否合乎神的方法 神的方法是尊重人 看重人 或是看重人 看重小朋友 看重他 然後祝福他 興起他 讓他知道他的生命很武器 然後去祝福他 所以幫助他的生命的提升 所以教導小朋友 第一 為他祈禱 讓他經歷聖靈 神這麼真來到他身上 有沒有感受到平安卿 是有的 耶穌陪著你 耶穌一輩子陪著你 好嗎 讓他知道神那麼好 讓他相信神的愛 最好先回應 這是屬於教導 我知道兒女有問題 真的很不開心 家裡有問題 真的會煩惱 有會影響你睡覺 睡覺睡不睡到 身體覺得怎麼樣 心情怎麼樣 這些就是了解他 了解 人聽到你關心他 他會說 說的時候 就不要想他快點說完 然後我就說呼 在說的時候要入手 就是進去 其實當一個人告訴你 很煩 他就開了門 當人說他的困難 是開了門 有些人不開門 就說我沒有問題 我不想聽 我不要 他就關了門 但當他說 我有時都煩惱 他是開了門 這個就是進去 有些人很容易地說 你祈禱就不煩惱 這個就是教導 他就馬上關了 因為你就是教我祈禱 但他說我很煩惱 你有什麼煩惱 告訴我 你就關心問他 有什麼不開心的事 有什麼影響你 就由這些 問他了解 然後他說的時候 你就可以額頭看著他 你身體的回應 有時候 很辛苦 原來這麼困難 這些說話都可以在你聽的時候 回應他 這也是非常重要的 讓他知道你在聽 以及感受他的痛苦 怎樣感受呢 你假設你是他 家人這樣對他 你會怎樣 譬如他老公怎麼罵他 你可能很容易說 你不要理他 老公 這個的確是對的方法 不過他那時候 他接受不了 那你就想想 如果你的老公也是這樣罵你 你會怎樣感覺 你說 如果我老公也是這樣罵我 我真的會很不開心 很煩的 這樣會激勵他 說不太多 他說多少 有他說 不要緊的 你不用第一次傳呼聲 你傳到就傳 你傳不到下一次 他就說一兩個小時 聽他說 不過當他重複的時候 你就開始說 你告訴我 你的情況 你覺得你現在的狀況是怎樣 你的困難在哪裏 你有沒有什麼方法 這就是引導他 這就是輔導的方法 引導他 即是你有沒有想過 什麼方法 在一個情況不同 有些情況也是當時輔導 有些情況可以說 我都試過這個困難 然後我經歷到聖靈的愛 他的平安、輕盛 我為你祈禱好不好 你真是可以經歷到的 而我希望大家 你有經歷的時候 你為人祈禱有經歷 可以請他 問他可不可以 如果可以 你用手機拍了他 你可以開過YouTube的戶口 和Facebook 放上去 如果他說我不肯 那你說 好 拍我 你在那裏說話 他在那裏說話 你拍著我 即是聽你說話 就放上去 即是我有個人 我祈禮後 他有什麼經歷 你自己可以開一個戶口 將來成為人的出風 好了 傳福有時候 你去YouTube 或者Facebook 你就看到那個影片 以前那個人祈禱 他如何好快 我自己有很多的影片 你可以在網上找的 你想問我 我都可以傳給你 有些重要的見證 有些重要的教導 將來這個傳福很有效 即可以用來用了 你就鼓勵他 你想不想我為你祈禱 如果你看到他不想 你就不要勉強他 因為你下次有機會 除非這個人是最後一次 即是你在哪裏 不知道哪裏 很遠路見到他 也不知道何時再見到他 你說 你試一下吧 不要緊的 是真的很好 不過他真的都說 不肯不肯 你就說不要緊 不如問問他 就這樣我不按手 就這樣祈禱好不好 其實按手 你不要按手 為什麼呢 如果你是同性的 女性和女性比較容易 你不用說給他按手 你拿著他的手 可以 他都不知道你是按手 你就是這樣 你拿著他的手 他又覺得親切 但如果是男性有困難 因為男性和男性 按手他都覺得 為什麼你碰我呢 因為男性不流行碰 女性就比較容易碰 如果女性碰男性 那男性就說 你是不是喜歡我 男性碰女性 更加女性可能不舒服 所以這個 一定要講清楚 因為我身份 我可以說我是牧師 我為了按手 很多人經歷性命 你願意我按手 在你身上 不如有些人以為按手 你按我的手 他又不知道 你是我的手 按他的身上 那我就會看情況 如果他願意 我為他祈禱 那我就說 神是個靈 你想耶穌祝福你 你心中意耶穌 你看 創造天理的神 在他來說耶穌很像 創造天理萬物 你喜歡吃芒果 喜歡吃菠蘿 喜歡吃荔枝 那些好吃的東西 喜歡吃蝦 蟹 神很好 他做這麼多好吃的東西 你想想這個神做這麼多好吃的東西 你就多謝這個神 你祝福我 如果神會做這麼好吃的東西 我們享受 神都可以安慰你的心 那你就請他放鬆的人 然後你自己放鬆 因為有些人不是立刻可以 一祈禱聖靈立刻 你需要時間 這樣的時候 你就祈禱看著 等到你先感受聖靈 如果你在家裡做慣了 一想完 神立刻 神的靈臨在 你就可以很快 握手 如果你有聖靈強烈的臨在 才按手比較好 原因就是 當你有強烈的聖靈 你一按 他即時會感受一些不同 但如果你一直按 然後慢慢 你才投入 聖靈慢慢到他身上 他的感受可能不太清楚 但如果你本身經歷了 強烈 然後你按手 他的經歷會比較清晰 他容易記得 但如果你跟基督徒操練 就不要緊 什麼時候我都無所謂 好了 我完手 你就說這兩句話 你跟我說一下 請你仍然閉上眼 請問你祈禱的時候 有沒有什麼經歷 為什麼要問呢 因為如果他經歷了 但你又不問他 他一張眼睛走兩步 已經忘記了 為什麼要閉上眼 因為他一開眼 就會留意到周圍的東西 他又會忘記了 你仍然閉上眼 請問你有沒有什麼經歷 或是感受 因為有些人不知道什麼經歷 經歷了感受 如果他說他不會說 你心靈有沒有覺得什麼 身體有沒有覺得什麼 如果他覺得有輕鬆 平安、輕散 有時有些身體遙動 身體遙動你又可以說 聖經裡面 在四郎一章十七節 說到約翰一見到榮耀耶穌 他就立即扶在地上 然後蘇羅在四郎中 九章追殺基督 看到耶穌 他又跌在地上 冰淚祝耶穌又跌在地上 有些人強烈就會跌在地上 沒有那麼強烈就會搖動 你都會感受到神的能力 神都是在你身上 覺得舒服 神叫我們肉身安然居住 耶穌這麼真出福你 你想耶穌又出福你了 他想的時候 你就解釋耶穌的救恩 耶穌是真神來的 聖一早預言 他定 一早預言定他要來的 在創世記 創世的時候已經預言定 將來耶穌要來到 他是為我們釘十字架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本來要受罰 耶穌代替我們受罰 所以我們現在一信耶穌就得救了 就像你本來有個告票 要罰你十萬元的 你說死了我沒有十萬元 那你第二天不和你附了 你就不用坐牢 耶穌為你附了 你就能百百得救了 你想想耶穌 赦免你的罪 祝福你 想 你就和祈禱 簡單一點 一句一句地祈禱 講短一點 讓祈禱跟著你 然後教了短期祈 讓祈禱回家去做 就是譬如 幾句就是怎樣 你跟我講一下 求祈禱耶穌 詹禱我的罪 求祈禱我的寧 求耶稣救我的灵魂 多谢天父 赞美天父 求耶稣祝福我的生命 祈祷奉耶稣名 祈祷奉耶稣名 阿们 他最容易记得 求耶稣赞免我的罪 求耶稣救我的灵魂 多谢天父赞美天父 求耶稣祝福我的生命 祈祷奉耶稣名阿们 他记得了 回家可以自己祈祷 但最好是你得到他的资料 可以继续跟进他 如何帮他 或是你把你的资料给他 让他可以继续帮助他 这个经历四年步骤我用过很多 我训练过很多人 现在这一阵我会示范 有没有一个人 或两个当是美信人 当是美信人 我示范这个方法 只是示范祈祷的部分 有没有哪个想 好 好 我们聊天的部分 我们聊天的部分 就不做 因为聊天的部分要时间 现在当到祈祷那里 耶稣很厉害 耶稣很厉害 你现在有个问题 耶稣真的可以来帮你 我也试过祈祷很多人 得了帮助 你想不想 我现在为你按手祈祷 祝福 或者手放在你的肩膀 和耶稣临在你身上祝福你 你想不想 好 你的心打开 你很想耶稣祝福你 你创造天理的神 心里想着这个神很爱我们 你创造天理的神 又创造好吃的东西 你喜欢吃菠萝 香果 荔枝 很多种好吃的东西 神做蝦 蟹 神有爱 所以做很多好吃的东西 你喜欢吃这些东西 你喜欢吃这些东西 你喜欢做这些东西 吃的神 神啊 你真的好了 求你都来到我身上祝福我 放松的人 一路想着耶稣 不要经历你帮我 或者哪个弟兄帮我拿这个咪 你放松的人 想着耶稣 心就不要想其他东西 我现在按手在你身上 我之前都讲过 我现在按手在你身上 我们打开心 多谢天父 在祈祷的时候 我会多些说到神的恩典 神啊 你真好啊 主耶稣好好的 一路祈祷的时候 心就涌到神那里 多谢天父 赞美天父 感谢耶稣和我们一起 我可以唱诗歌 主耶稣爱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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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圣经告送我 主耶稣爱我 主耶稣爱我 耶稣真的很爱我们 主耶稣爱我 主耶稣爱我 有圣经告送我 多谢天父 主耶稣是拿走我们的烦恼 重担的 我们有不开心的地方 耶稣祝福我们的 我们有什么压力 耶稣可以叫我们更加放松的 主耶稣是关心我们的 也都祝福我们的身体的 耶稣又能够将永生寺给我们 我们可以永远将来去天堂 耶稣现在就可以入我们的心的 我们求耶稣赦免我们的罪 救我们的灵魂 耶稣就和我们一起 多谢天父啊 感谢耶稣 求主耶稣大大祝福 这三位朋友 求耶稣临到他身上 让他们知道耶稣很平安 耶稣好爱我们 多谢天父 天父好爱我们 天父关心我们 天父时时和我们一起 主耶稣你真好啊 主耶稣 耶稣是 chatting 耶稣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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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天父 多谢主耶稣 你真好 多谢耶稣 跟我们一起 感谢天父 赞美天父 祈祷奉主耶稣 圣明 请你们 仍然闭上眼 请你们留意一下 你的心灵和身体 有没有什么经历 或者感受呢 有什么感受到 任何东西 可以是神的工作 你有没有什么 经历或者感受 可以说出来的 好像触电那样 你说一下 如何好像触电那样 好像电流流过 感谢神 这个神的能力 由他身上 那你的内心呢 很喜乐 开心 很轻松 感谢主 因为耶稣告诉我们 圣经告诉我们 圣灵的果子是人外喜乐 神可以将喜乐给我们 喜乐由代替悲哀 你又轻松呢 耶稣就说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 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就叫你们得安息 你经历到神 很真实的工作 你觉不觉得开心 耶稣这么真 那你们呢 你们有什么经历呢 平安 很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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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说 我楼下平安给你们 我将我平安刺给你们 而且耶稣说 劳苦担重担的人 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就使你们不得安息 你呢 有什么经历或感受呢 好像有耳靠又盼望 神为我们陪陪我们 神在我们的前后 环境我们 按守我们的身上 所以觉得这个人 好像有一个依靠 那样的 神就是这么真 来祝福我们 看见耶稣这么真 那你想耶稣以后祝福你 想 很容易 因为耶稣很爱我们 耶稣找我们 去寻找 拯救失丧的人 耶稣就是为我们 祂是神的儿子 祂也是神 祂降生在世上 圣经一早预认 祂要来的了 一早说定的 来到要救我们的灵魂 祂要做一件很困难 就是为我们钉十字架 哇 耶稣神的儿子 居然为我们钉十字架 就好像为我们受罚了 因为呢 本来我们要受罚的 譬如你要交罚款 十万元 你如果你要交罚款 十万元 譬如有些人还税 要交十万元 你交不交到呢 很难交出 交不到要坐牢 但是耶稣来帮我们 辅助 那你会不会说 耶稣那么好啊 耶稣那么爱我 我想耶稣祝福我 你想不想啊 想 那你跟我祈祷 你真心了耶稣 祈面你救你 耶稣就祈面你又离 我说给你说一句 大家都可以跟我说 亲爱的天父 亲爱的天父 我多谢你 在祈套的时候 在祈套的时候 我可以经历你 在我身上 我可以经历你 便能在我身上 又我经历得平安 重担得释放 重担得释放 又经历到能力 哈孟仁 teas 又经历到整个人轻松 多谢天父 神是很真的 我知道耶稣是我的救主 为我听十字架 承担我罪的惩罚 让我可以白白得救 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 我有得罪人 有得罪神 有想过不好的事 有犯过脾气 有生过人 有说过大话 有贪心自私 有无全心敬拜真神 有耶稣赦免我的罪 有耶稣救我的灵魂 将永生子给我 我欢迎耶稣 我需要耶稣 耶稣就赦免我的罪 由耶稣祝福我的生命 多谢天父 赞美天父 祈祷奉主耶稣聖命 阿姆 阿姆 你这些人有真心想耶稣救你 赦免你 有 有的时候耶稣 入了你的心 做你救主 那你以后 又可以跟从耶稣 我教你几句祈祷 你回家可以 事事去亲近神 好吗 你跟我讲一下 求主耶稣赦免我的罪 求主耶稣救我的灵魂 多谢耶稣 多谢耶稣 我爱天父 求耶稣祝福我的生命 求耶稣祝福我的家人 求耶稣祝福我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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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姆 你可以回家祈祷 求耶稣祝福的罪 救我的灵魂 多谢天父 赞美天父 求耶稣祝福你 和你家人神 祝福你 你想多些跟耶稣 想 真是个人很开心 我们有些人 开心得不得了 整个人都松了 又有病得医治 耶稣很真 你愿意 可以继续在新教会 可以约你一起回教会 恭喜你们 我很为你开心 你们好好的 恭喜你 恭喜你 祝福你 感谢耶稣 好 感谢天父 这就是一个简单的示范 其实过程最主要是祈祷的部分 但之前当然聆听是很重要 祈祷的部分就是 帮他经历圣灵 然后问他 祈祷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经历 然后经历或感受 然后他有的时候 就用这些东西来引导他 尤其有时候鄰居 有时候有些很苦老 有些已经认识了他一段时间 他不开心 子女又不听话 家庭又有关系的问题 这些人最好 最容易入得 我们最重要的是 不要聆听他 关心他 你看到他 他儿子好像不太听话 那你可以怎么入手 你就不要说你儿子不听话 有时候教儿子也很难 有时候这个时代 教儿子女都很难 用他的角度 不要说你儿子很矮 他又不喜欢听到 然后等他说 然后回应他 就可以帮到他去经历圣灵 带他去圣耶稣 有没有问题 大家够胆就可以了 够胆去做 那你首先 在教会中操练 多些互心祈祷 又问对方 祈祷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经历 一会儿都可以操练 然后就和你家人 譬如你儿子女 就为他祈祷 你又问他 祈祷有什么经历 小朋友特别容易 我试过在儿童游乐场 整群小朋友 整群为他祈祷 每个人都有经历 这个就是可以 在我们周围的朋友 请朋友来吃点心 又跟他聊天 分享 然后为他祈祷 这都是 不同的方法 可以外置的 你做任何方法 譬如做那个片传 做什么嘉年华会 你都可以在那里 为人祈祷 那你就不要说 牧师可以 我不行 你多祈祷就可以了 但建立恩高 首先 多祈祷 深入神的爱 人都放松了 其他时候 你动下的人 轻松点 呼叫耶稣 从心底里发生 你慢慢有喜乐 你就容易经历圣灵 但你为人祈祷 你就不要在那里笑 你在那里笑 哈哈哈哈 他又说你笑 他就觉得很怪 我们为人祈祷就不要笑 自己在家祈祷 你怎样笑都可以 OK 有没有问题想问的 好了 我们最后 结束祈祷一起站身 多谢天盘主耶稣 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是 真是无所不在的神 你真是祝福人的神 我们真是可以经历到你的 你是随时 在我们随时的帮助 随时的力量 你随时陪伴我们 去祝福别人 求主耶稣帮助我们 深信 你是赐给我们权柄 就是信的人 都有神迹随着 就是我们能够奉耶稣 名赶鬼 审问病人 病人就必好了 既然耶稣吩咐我们 就去做 我们就不要压制不做 我们就不要惧怕 主耶稣求你帮助我们 当我们突破的时候 我们慢慢就发觉 我们可以越来越被提升 是神喜悦的 求主大帝使用我们 祝福这个教会 兴起这个教会 多谢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